收到两双鞋,来给大家开个箱 嗨,各位好,我是佳米 那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我面前的这两双 361度戈登一代AG1 PRO的开箱 那作为361度为戈登打造的第一双签名鞋 这两双球鞋的鞋盒外包装 整体的质感要比之前戈登上脚的那两双 361度的篮球鞋要稍微好了一点 因为之前那两双的鞋盒简直是太原价了 那种鞋盒那我们就来先开箱吧 那我手上的这两个配色呢 这双是上周发售的一元富士配色 也是一抢而空的配色 那这双粉色的是我在几天前收到的 也是在今天发售的人民狠行配色 这期视频我们就分成两块来聊这款戈登一代 先从这款戈登一代的设计以及基本配置说起 然后再是我面前的这两个配色 它们独有的配色灵感 设计灵感 以及它们非常有意思的小细节 那这次361度在戈登一代上 是用到了一个全新的三态科技系统 那这个名字其实就意味着 是三个非常关键主要的科技 形成的这个科技系统 那第一个科技就是这双球鞋中底的第一层中底材料 超弹Quickform 那第二个科技就是这双球鞋第二层的中底缓震材料 NFO 那第三个科技就是夹在这双层缓震材料当中的Quick Balance 快平衡系统 那第一层的中底材料Quickform超弹 我在之前戈登上脚的两双361度的篮球鞋当中 其实都体验过 而且都出过实战测评了 一双是扣兰大赛穿的B3 还有一双就是之后推出的铲哥 那两双球鞋虽然中底都用到了Quickform超弹这个中底科技 但是它们中底的缓震的厚度是各不相同的 但是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上脚的脚感就是非常的弹 那中底的第二层就是这个NFO中底缓震科技 那所带来的就是非常澎湃的脚感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361度的篮球鞋 用到了双层的中底缓震 因为我之前穿过的那两双戈登上脚的篮球鞋 其实我觉得它们在实战中的表现是不够成熟的 所以我特别期待这双球鞋在实战中的表现 因为这是戈登的欠名鞋对吧 我前面也简单的去试穿了一下这双球鞋 我觉得试穿下来这个中底的脚感还不错 那这块夹在双层中底缓震当中的 就是这双戈登一代上 其实是最具有辨识度的一块地方 就是这个Quick Balance快平衡系统 那这块位于球鞋侧墙 极具辨识度的TPO 它的设计灵感便是来自于冰上运动鞋的冰刃 那在我的印象里冰刃就是非常的锋利 以及非常的坚固 就可以给予球鞋非常良好的侧向支撑 而且比较有意思的是 这块TPO与这双层的中底缓震 它们结合的这个结构 它们的灵感其实就是来源于 玄空寺的力学原理 这一点就非常有意思 把建筑学里面的一些建筑的原理 以及力学的原理 运用到了篮球鞋的设计上 那这双戈登一代AG1 Pro上 最为核心的可能就是这块中底 可能是篮球鞋历史上 最后的一块中足支撑碳板了 因为这块碳板 它是由15层的碳纤维布叠加 然后加工做成的一块3D 而且是立体结构的一块碳纤维板 那这块碳板它的厚度就达到了2.56毫 那2.56毫米是什么概念 就是一般带有碳板的篮球鞋上的碳板 它们的这个中底的原材料就是碳纤维布 一般是用7层 那这双球鞋上它是用到了15层 那一般篮球鞋上它的碳板用7层拼成的厚度 基本上就是1.2毫米 所以说这双AG1 Pro上的碳板厚度 基本上就是市面上其他普遍一些用碳板篮球鞋 它们碳板厚度的两倍还要多 那可想而知这个用料以及工艺 在这双球鞋上它有多用心了吧 那这个时候追求配置论的朋友们 应该会非常开心了吧 史上可能是最后的一块蓝雪的碳板 你们想要的大碳板来了 那这块超厚的碳板只会在AG1 Pro版本上用到 那普通版本的AG1就是用到了玻璃纤维片 那其实普通版本的玻璃纤维片 它的中底的抗扭或者说刚性 我觉得也是已经可以满足绝大多数人 对于这个中底抗扭的需求了 那这双戈登一代AG1 Pro 它的基本的配置信息就是这样了 那接下来我会穿着装装球鞋去实战 准确的说应该等一下就会去穿了 那各位也可以去期待一下 我接下来的这双AG1 Pro的实战测评 那聊完了中底配置 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两双球鞋 这两个配色 它们各自的一些设计的灵感 灵感的来源 以及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小细节 那各位也可以现在弹幕上给这双AG1 那无论是哪个配色 它们的外观打个分就1到10分 你觉得可以打到几分 然后也可以说出 我手上的这两双 你更喜欢哪个配色 那我们就先来聊这双一元富士配色 它的设计灵感 其实就是来自于东方的中草药 因为所谓中医藏宝典 白草皆为药 戈登它本人身上就 其实带有了非常多的东方元素 如果是戈登的球迷朋友 或者说经常关注戈登的朋友 就一定会知道 在戈登的背后 常常会出现 就是火罐 把火罐的这种痕迹 而且戈登它本人的这个logo 它的设计灵感其实也是来自于东方的这个八卦阵 就是阴阳 所以说戈登它本人其实和东方的这种古老的文化 或者说这些非常有意思的元素 其实是密不可分的 在经历了2020年这非常魔幻的一年 真的是非常魔幻的一年之后 中草药 拔罐 这些东方的元素 其实就是代表了 治愈和康复 也就代表了在2021年这新年当中 重启一切 在新的一年当中 重新开始一切 重新回到正轨的态度 那关于这双一元副始它的配色以及细节 这个红色的中组的侧墙TPU 就是代表了 伤痛之后留下的伤疤的颜色 土色的大底 以及这个大面积的这个沙色的斜面 其实就是代表了 黄土大地 中华大地的一个含义 那在斜面图案的绿色就是象征着 万物破土新生 因为绿色代表了生机嘛 其实这双一元副始上 也有几个非常有意思的小细节 我个人是觉得非常喜欢那些细节 鞋面 鞋头部分的 直接就是绣上了一元副始 这四个字 就感觉非常有中国风的这样一个细节 而且这双球鞋它的鞋面的用料 我觉得非常的有质感 就是真的摸上去感觉非常的高级 你知道吗 那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这双球鞋 无论是鞋面的鞋头部分 还是其他的一些部分 都可以看到很多 带有十个圈的这样一个图案 那这个图案 它的本意 其实就是 戈登 它背后这个 把火关的这个印子 那这十个圈 其中的含义 按照这十个圈 排列的顺序 其实就是可以看出 三个圈 六个圈 一个圈 其实就是 三六一度的意思 但是在我个人的理解中 我觉得这十个圈 其实代表着 另外一层含义 那为什么要用到十个 把火关的痕迹 那作为戈登的球迷的话 可以猜猜看 我觉得你一定可以猜到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三三得九 非常有规律的 这个正方形的 九个圈 其实就是代表了九分 那额外给他多出来的 这一个圈 也就代表了 其实戈登 他就是一个 无冕之王 他其实就是 值得十分的 一个态度 或者说 品牌方 三六一度 和他合作的一个态度 那这双球鞋上 其实还有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小细节 我觉得是非常趣味的一个细节 就是在这双球鞋 鞋舌内侧 以往是鞋标的部分 他直接就换成了一个 中医处方签的一个图案 上面就写着 拔冠三次 十疗六计 针灸一次 这三个数字 又呼应了 三六一的含义 下面就写着 主制弹跳不佳 运动状态不良 适当使用 可强身健体 改善心情 真的 我觉得这样一个小细节 直接就呼应了 这个配色 它的设计灵感 中一 中药 在这双球鞋的后跟体带上 也印有了 三个小标志 以及六个圆圈 那这三个小标志 也就分别代表了 中药里的 帝皇 黄旗 以及金银花 那也代表了数字三 那这六个小圆圈 也就代表了数字六 那其中有一个圆圈 是空心的 它就代表了数字一 那这个后跟体带上的小细节 再一次呼应了 品牌的名字 三六一 那这双一元附屎 是在上周发售的 那这双其实是我朋友 他抢到 然后他试穿了 觉得 有一些偏大了 所以才转手让给我的 我那天是完全没有抢到 据说那天准备的货量 就1300双 因为三六一度 完全没有想到 这个配色 它竟然那么火爆 就是一下子就卖完 那年后 它还是会补货的 各位如果想要入手 这个一元附屎配色的话 可以再等一等 那接下来就是 这双 我几天前就收到的这双 人民狠行配色 那这个配色 其实是一个 极具辨识的配色 真的是粉嫩粉嫩 也被很多网友戏称为猛男配色 但是在我个人的理解 我觉得这个配色 它的含义 其实就是 压退钱配色 首先第一点就是 我觉得这个配色 它就非常接近 于我们平日当中 使用的百元大超的配色 第二点就是 这双球鞋 它在鞋面上 有很多防卫的 这种花纹的图案 第三点就是 这个配色的名字 它叫做 中国人民狠行 你细评一下 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配色 它其实就是一个 压岁钱配色 而且在鞋后跟提环上 这句361度发 真的就差把这双球鞋 塞进 红包袋子里了 那这两个配色的含义 以及细节 配上它们的 各自的发售预期 其实就是寓意着 在新的一年当中 健康快乐 万物复苏 各位可以期待一下 接下来 应该就很快带来 这双AZ1 Pro的实战测评 那这就是本期视频的 所有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点一波关注 我的老朋友 老样子 一键三连 我们走一波 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